10月11日,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,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中接受采访时说道,中国人过好日子,过太久了,我猜他们觉得美国人都是蠢货。美国人可不傻,我们过去在贸易问题上领导不利。 特朗普的所谓中国人过好日子,过太久了和他的美国重建中国言论是一脉相承的,他认为中国能过上好日子是美国功劳,拜美国所赐,是在伤害美国的基础上实现的,所以他要终止这一切,于是他喊出这一切该结束了。 从这句话,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根本问题,不在于中国做过什么,而是美国不想中国复兴,不想中国强大,想阻止中国发展。 因此,无论中国做什么,特朗普都会发起对华贸易战。那些试图找出中国问题,从而让美国原谅中国的假洋鬼子可以闭嘴了。 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,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中国,而在于美国的战略意图。 中国需要做的是,要正确分析美国的战略意图,积极应对这一切,不要像做错事的孩子,诚惶诚恐。 面对美国,很多中国人最难克服的是恐惧心理,因为改革开放后他们看到美国满世界耀武扬威,面对美国的淫威他们缺乏战略自信。 然而,他们忘了,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把武装到牙齿,连苏联都不敢惹的美军,从鸭绿江边一口气打到了三八线,让不可一世的美军尝到了失败的滋味。 从抗美援朝,到抗美援越,再到中印战争,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。 但是,无论哪一次,美国都没有占到任何好处。 几十年前如此,今天的中国比新中国刚成立时要强大得多,面对美国我们当然应该更加自信。 美国无论谁当总统,遏制中国,试图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意图都不会变。 今天特朗普喊出中国人好日子,过太久了,其前台词是中国人的好日子该过到头了,而他就是要终结中国人的好日子。 事实上,早在八年前,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总统也说过类似的话,只是比特朗普委婉一些罢了。 2010年4月15日,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受了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专访时。 奥巴马说,如果中国人也像澳大利亚人、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,那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,这个星球无法承受。 奥巴马当时的这番言论也在华人世界掀起轩然大波。 奥巴马的意思是说,超过10亿的中国人如果要过和美国、澳大利亚相同的生活,那地球的环境就无法承受。 目的是,促使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对美国妥协。 2010年,美国为遏制中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,这个战略一直维持到特朗普上台。 特朗普上台后,虽然不再提亚太再平衡,但遏制中国的做法却比奥巴马直接得多。 奥巴马时期还会委婉地说亚太再平衡,并以环境保护为理由,不想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。 但特朗普上任后,就不再遮遮掩掩,一是,直接退出巴黎协定彻底放飞自己,二是,发起对华贸易战,全面展开遏制中国的动作。 三是,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,现在,特朗普竟喊出中国好日子过得太久了,并准备终结中国好日子。 对此,中国人必须有清楚的认识,所谓中国好日子与美国还是有差距的,中国的人均碳排放还不足美国的50%,就算中国好日子与美国相当,这也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几十年,奋斗取得的结果。 中国人没有去干涉美国人的好日子,反而是给美国输送了大量制优价廉的商品,为美国人的好日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如今美国却恩将仇报,还说美国重建了中国,真的是颠倒黑白,无理取闹。 对此,中国人必须强烈反击。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,近十年时间,美国遏制中国的心从未改变,美国不想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心态昭然若揭。 对于这一点,中国人必须有清醒的认识。 我们自己的好日子,只能靠我们自己奋斗,只能靠我们自己保护。 面对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重大挑战,中国人必须团结一致,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为我们自己的好日子而奋斗。 面对美国的压力与挑战,我们只能去战斗。 只有战斗,我们才能继续过更好的日子。 剧场上头,灵笃。 被冲加战斗,我们不认为战斗。 灵笃。 走。 灵笃。 不 呀 呀